Hello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小猪家美食 今天来做一档小海鲜烧丝瓜 天气热了 烧的原汁原味一点 小海鲜我用了苍鱼和鱿鱼嘴就可以了 现在把这两样东西处理干净 先处理鱿鱼 把眼睛错开 取掉里面的黑末 现在我们要处理苍鱼 苍鱼肚子开一刀 再取腮和肠 洗去里面的血丝 把它清洗干净 把嘴巴洗掉 嘴巴拉出来有一根线 这很新的 取出骨头 好了完成 接下来把鱿鱼苍鱼改下刀 把尾巴剁掉 斜刀切成两段 把鱿鱼也是斜刀切两段 接下来我们把丝瓜准备一下 这丝瓜好吃 太长了 我给它折断了 一根有那么长 它折成两节 好刨一点 去一下皮 这种丝瓜不用刨得很干净 这个皮很脆 很好吃的 切成滚刀块 夏天吃新瓜最好了 清凉解毒 这种丝瓜比还有种丝瓜好吃 这样就可以了 再我们来准备点葱姜就可以 葱白部分切葱段 葱叶小量 出锅备用 姜切丝 现在食材已经全部准备好了 接下来准备一个炒锅 把水烧开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制作了 水烧开后下落葱姜 稍微加一点点油 一米丝瓜变色 让葱姜煮出味道来 煮个20秒这样左右 再加点料酒 去腥 直接下落苍鱼和鱿鱼 用铲子慢慢推一下 一米糊底 打去浮沫 煮上五分钟就可以了 因为鱿鱼是破开的 容易熟正起 苍鱼又那么薄 接下来 我们现在把丝瓜加进去 加一勺盐 出锅前撒点胡椒粉 撒下葱段 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好了 今天一道将常做法的小海鲜烧丝瓜就完成了 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 请点关注和转发